英文原文網址 HTTP www.ancient code the FBI admits visits of beings from other dimensions declassified FBI document 不明原因聯邦調查局承認來自其他維度的人的訪問 FBI對研究UFO現象有興趣,會使人驚訝嗎? 有可能許多虛構的科幻電影其實是根據真實故事所拍攝的 或者說它是政府的泄密目的在提高人們的警惕 2011年,一些文件被解密後 1947年由聯邦調查局特務代表撰寫的報告向公眾公布 聯邦調查局的特務代表 由於國家安全而隱匿身份的中衛上校 在採訪和研究這些現象多年後 收集了關於不明飛行物現象的大量數據 根據聯邦調查局發布的一份解密文件 不僅是來自其他世界的外來人物 而且還被其他空間的人所拜訪 據報導和解密文件 我們已經被令人驚奇的外來物種訪問 其中一些不僅來自其他行星 而且來自其他方面 其中一些起源於與我們的物理宇宙共存的太微面 這些可能在我們這個星球上現行的實體 就是巨大的半透明體 下面是報告裡的一些最重要的細節的記錄 1、部分飛碟攜帶船員 其他人都處於遙控狀態 2、他們的使命是和平的 而他們考慮在這這裡定居 3、這些訪客很像人類 但比人類要巨大 4、他們不是來自地球 而是來自自己的世界 5、他們不是來自一個行星 那是我們慣用的詞 而是來自一個與我們自己相互滲透 且不能被我們察覺的以太行星 6、訪客的身體和太空船 在進入地球密度震動速率後 會自動顯現、降低頻率 7、磁盤有一種輻射能量或光線 容易粉碎任何攻擊的船隻 他們隨意重新進入以太網 所以很容易地從我們的眼前消失 不露痕跡 8、他們來的地區不是星體 而是對應於洛卡斯 或塔拉斯 研究神秘學的學生將會理解這些用詞 9、他們可能無法通過收音機聯絡 有可能是使用雷達 如果有這樣的信號系統裝置、附註 這些飛碟是橢圓形的 以一種帶有耐熱金屬或合金製成 中間部分是實驗室 後部包含武器 其基本上由強大的能量裝置組成 也許是射線 你有什麼想法? 如果這些生物在過去的50到60年來一直在訪問我們 這些同樣的生物有可能幾千年前訪問過地球嗎? 這些生物可能會影響我們今天所知道的文明嗎? 它們是否有可能影響地球上的生活方式? 請別忘記幫我們按個讚哦 一定要按讚哦 按讚哦 按讚哦